大家好,我是一鸣妈妈 今天我们来做一个不用洗面也不用揉面的懒人凉皮 做法非常的简单 扯不破,卷不烂 口感吃起来柔软又筋道 准备250克普通面粉 加入25克土豆淀粉 再加入2克食用盐 搅拌均匀 加盐和淀粉都可以增加面的筋性 搅匀以后我们先加入250克清水 顺着一个方向搅拌至面糊光滑细腻 无颗粒的状态 然后我们分三次再加入250克清水 每加碗一次清水都要让水与面糊充分的融合到一起 才能再加入下一次清水 这样少量多次的加入水可以使面糊更容易的搅滞光滑细腻 最后搅拌到面糊是成不间断的流性状 滴落下来以后残留的面糊可以均匀的挂在勺子壁上 这种状态为最佳 然后盖上盖子饧面30分钟 30分钟以后我们再次用勺子 将它搅拌均匀 准备一个平盘 底部均匀的刷上一层薄油 倒入一勺面糊 将它摊均匀 摊均匀以后开水下锅 用大火蒸两分钟 两分钟以后打开盖子 蒸出的面皮会是有这种大气泡的状态 然后将它放入凉水中 在上面均匀的刷上一层薄油 这样你螺在一起的时候它不会粘连 从边缘处揭开 面粉与水的比例是1比2 这里淀粉是不酸在内的 只要你按照这个比例 百分百不会失败 蒸好以后将它螺在一起 半斤面粉我一共是蒸了8张凉皮 大家可以看一看它的柔韧性 非常的筋道又有韧性 怎么拉伸它也不容易断 吃的时候切成条 打开一个看一下 每一个都像皮筋一样 特别的有弹性 按照自己的喜好进行调味 加入适量的盐 适量的白糖 一勺大蒜水 适量的陈醋和生抽 少许香油 加入黄瓜丝胡萝卜丝 最后再加入辣椒油 搅拌均匀就可以吃了 这种不用揉面也不用洗面 做出来的凉皮 吃起来的口感更加的软糯筋道 喜欢的朋友可以点赞收藏起来 我是一宁妈妈 我们下期见